所以啊 这个都是咱们这么聊 也是个气死无产阶级 你说是不是 那也没有 你们住过最差的酒店是什么酒店 我睡过北京的防风洞 就在北京仁义边上 二十多个仁义间 一块两毛钱 你要比这个 那徐老师我什么都睡过 那那个大通铺啊 那个就是那种乡村路边的那种 二三十个人睡一个那个大通铺 你睡过吗 你怎么会睡那种 我大学的时候去社会考察 你知道吗 其实是很失恋了 出去出去 对他一次经历我 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 住在那种大车店 你知道吗 二三十个人 我跟你说交响曲 那家晚上磨牙的放屁的 大呼噜的切了呼噜 好家伙 人类种种阴生 非常有意思 其实你别说气死无产阶级 有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一个 你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你刚才讲到说 比较就是住很差的酒店 我记得有一次 我也在欧洲旅行 我到一个非常距乡下的一个地方 他就在河边 河边是什么 一个坟场 那个坟场大概就四五十个 那个墓碑在那里 他的那个家庭酒店就 基本上就在旁边 但是 就是说你去到 人家把那个氛围营造的 那个大概是几百块钱的 几百块钱一个晚上的一个酒店 几百块钱人民币 不是欧元 你知道就是 早上的那个早餐 你前一天晚上跟他讲说 你check in 半夜check in的 你跟他说 我明天早上需要几点的morning call 他不是打电话给你morning call 他是直接去敲你的门 就跟你讲说 早餐已经好了 你们是不是准备要下来 就非常人性化 我后来下来 我还问那个人说 你怎么check in也是你 然后早上叫醒也是你 然后我说煮饭也是你吗 他说对啊 刚才但就是我替你们煎的 我有一次跟你说 在上海住一九年 那才叫人性化的 早上起来我真开眼啊 我的床前有个人 查窗户呢 不是他打扫卫生的 他就进来了 我说怎么就进来了呢 这个他就 当然可以进来 我那个时候住县里的招待所吧 半夜手电筒照在你脸上 查证件 很正常的 大家都是这样的 在那个时候就查 你得有一张证明 证明你是什么什么公社 你回家什么路上 手电就照在你里